大家好 我是Kick凌 歡迎回到我的頻道 很久沒跟大家見面了 這一段時間 其實我自己也有很多東西在忙 真的沒什麼時間拍片 又不是的 其實也拍了很多vlog給大家 只不過這一陣子 真的沒什麼時間去剪片 所以到現在好像只是出歌詞片 我完完這兩個星期 其實我之後就應該會有空一點 就會上載多一點我之前拍的影片給大家 上次就拍了一條網購水晶的開箱片 想不到大家都蠻喜歡 今天除了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在網上買了什麼水晶之外 也都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一些新手入攀需要注意的試行 如果大家有興趣就記得看吧 當時要跟大家一齊開箱的水晶 其實我在一間IG購買的 它叫做Aries Crystal 我會放它的連結在下面 大家有興趣可以看一下 我買了一條手鏈 一件擺件 以及一堆的樹尾槽 首先跟大家說擺件 為什麼我會在這間水晶店買呢 就是因為我看中了這隻 黑色的達摩 雖然鏡頭可能拍不到 補回一個Shop給大家看 之前在IG的時候 一直都看到這隻的達摩 都覺得它非常可愛 但是奈何 好像不是很多水晶店 有買這個達摩 所以遲遲未入手 這隻達摩 其實它是黑曜石來的 價錢沒有記錯好像200元左右 可以看到它做工非常不錯 而且實物真的超級無敵的 所以非常適合放在一些工作桌上 黑曜石最主要的功用 其實就是幫你吸了一些負面能量 同時也可以幫你招財 因為它是黑色的水晶 而黑色的水晶在五行裡面 也是代表水的 水就是身材 所以黑色的水晶 往往都是會幫你帶來一個財運 它是不是真的吸到財 那我就回答不了你了 但是如果大家想買一些有趣的擺件 我覺得買搭摩 也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第二條要和大家分享的水晶 就是一條手鈴 它是一條黑色的水晶 它是一個金銀石 是我買過的最大的尺寸 我之前帶開的都是6-7mm的水晶 那是一個新的嘗試 那為什麼會買金銀石呢 其實是最近自己想買一些黑色的水晶 用來襯衣服的 我看到它店裡也有買黑色的水晶 那我就順便買賣 那這一條的金銀石 無記錯價錢好像是300多元 買的時候其實我是苦惱了一會兒 因為我是大開小豬的人 那我大部分的水晶手鍊 都是6-7mm左右 那所以這個對於我來說 就真的比較大了 那店主也很好人 那它就大約試了一個尺寸給我 那有片就有得參考一下 那都猶豫了一會兒 那之後也決定入手了這個黑色的金銀石 那金銀石有個特別之處就是 它帶左手也可以帶右手也可以 但是呢 你就要選定入手了 那你呢 第一次帶左邊之後呢 你以後都要帶左邊 那如果帶右邊的話呢 你就以後都要帶右邊 那帶左手的話呢 就是吸材 而帶右手的話呢 就是吸負面能量和防小人的 那Touchwell呢 我自己身邊好像沒有太少人 那我就帶了左手去招財 那因為我也是帶了沒多久 那我就沒有感覺到它怎麼幫我招財 那我自己呢 是非常之滿意這條金銀石的 因為呢 它的光是非常之美 那我覺得呢 三百多元這個質素呢 是性價比之冠 那我自己剛剛買回來 所以我常常呢 都會這樣慢慢在那 在那滾一下它 真的滾一下它 滾一下它 滾一下它來看看 所以大家如果想入手這個金銀石的話 都可以去它的店看看 但是我不想說它還有沒有貨 是的 嗯 總之這一條就是超級超級滿意的 那最後在這間店買的東西呢 就是這個雪尾草了 那雪尾草呢 其實呢 基本上很多 有帶水晶的人都會用到它 來做一個淨花 這一個呢 就記得價錢是四十元的 因為我在它那裡買了水晶 所以好像有discount 對了 那所以我自己呢 都會定期補貨的 那而大部分的水晶店 只要你買任何的水晶的話 通常呢 都會有一個較便宜的價錢 去讓你入手這些 雪尾草的 那都是四十元至五十元不等 那因為我都買了水晶 所以我記得呢 這一集呢 都是四十元的 那所以呢 大家呢 在買水晶的時候 記得可以問多一句 你們有沒有買雪尾草啊 那樣的 因為都可能會有一個優惠少少的價錢 那所以如果你是新手剛剛入攀的話呢 都可以買一集的雪尾草 那雪尾草呢 就可以幫我們淨化水晶 還有淨化空間的 那詳細怎樣用呢 我稍後呢 就會再跟大家說的了 對了 今天呢 除了想和大家做一個開箱之外 也都想和大家一起講解一下 新手入攀的時候呢 是有些什麼需要注意的 那相信呢 不少人跟我一樣 如果買了新的水晶回來呢 都會習慣用一些礦泉水去浸一浸它 當一個簡單的清潔和淨化 但是呢 其實呢 不是每一條的水晶都可以浸水的 那呢 有些水晶呢 其實呢 不可以浸水的 因為它會生瘦的 那這些水晶呢 都是一些有鐵質的水晶 包括這個天鐵 黃銅礦 黃鐵礦 白鐵礦等等 另外也留意一下 有些水晶是不可以帶來洗澡的 那它就是一些結構比較鬆散的水晶 那譬如呢 就會有我們常聽見的螢石 紅銀石 天青石 或者是石膏等等 所以呢 其實大家在洗澡的時候呢 都盡量呢 其實不要帶水晶啦 所以呢 如果我自己的話呢 新買一些水晶回來的時候呢 那我自己會留意它 是不是一個行有鐵質的水晶 然後呢 之後呢 才會想呢 會不會把它浸在一些礦泉水裡的 對啦 那所以大家呢 在浸水之前呢 記得停一停 上網 查一查先 那就安心點啦 剛剛買水晶的你呢 其實呢 都會多或少聽過雪尾草這件事啦 那呢 其實具體是怎樣使用的呢 其實呢 雪尾草呢 每次用很少的份量就已經足夠了 那好像這一閘子一樣呢 其實你可能拿當中的一兩塊葉子出來呢 就已經是非常之滑滑有餘 可以用幾次了 那首先呢 你可以用一個打火機點著它 點著了之後呢 那你就這樣拼 那就先弄熄了一些火鮮的 然後呢 它就會有些煙 慢慢地上來的了 那它的煙呢 一路地上升上來呢 就可以分住你的水晶 做一個淨化的動作的啦 那你可能會問呢 那那些煙呢 那我要分條水晶分多久呢 那其實呢 坊間呢 都沒有一個正確的答案的 那所以呢 我自己呢 都是一分鐘左右 那就會完結了整個動作的啦 頻率來說呢 兩三個禮拜做一次已經是非常之足夠的了 就不需要經常燒的 那另外呢 如果你是之前沒有燒過雪尾草的人 要留意的東西呢 就是 雪尾草呢 其實就味道也挺大的 那所以呢 所以呢 如果你用這個方法去淨化你的水晶的時候呢 那就要留意一下 你家人接不接受到這一種味啦 都不算是太過好聞的氣味啦 那所以呢 有些氣管敏感的人啦 又或者是 對於氣味比較敏感的人呢 那就會可能不喜歡這一種味啦 那大家呢 就記得 可能問了家人的同意 才好去燒雪尾草啊 而且確定你燒雪尾草的時候 是一個通風的空間啦 如果不然呢 我會擔心你焗到暈了 所以這一點呢 也是需要注意的 另外呢 TMI呢 其實呢 雪尾草除了淨化這些水晶之外呢 也可以淨化空間的 西方人在搬家的時候呢 都會喜歡燒雪尾草啦 去幫個空間做一個淨化和一個辟邪的 那所以呢 如果 你家人都不介意這一種味的話呢 那你也可以考慮一下呢 拿著雪尾草到處走 淨化一下你的空間啦 對了 好 那來到第三個疑難雜症啦 就是 究竟水晶可不可以曬太陽的呢 答案呢 就是 DEPEND 那我自己呢 開始 接觸水晶的時候呢 都會有這個問題的 因為呢 也是有些水晶是可以曬太陽啦 有些水晶呢 其實它不是需要曬太陽 是需要曬月光的 所以呢 如果你真的想曬太陽 或者曬月光之前呢 就記得做好你的資料搜集先啦 如果不是的話呢 你的水晶就會有機會因為高溫 又或者是陽光 而有一些的變化 就是好像變色啊 或者是 你晶體會變得混軸的 那樣的 就譬如有黃水晶啦 紫水晶等等啦 所以大家呢 其實免得過呢 都盡量不要把你的水晶暴露 在這個陽光之下啦 那你的漂亮的水晶呢 才會保持得長久一點的 可以展示給大家看啦 如果呢 你是不消掉這些樹尾草的話呢 也可以考慮買一塊這些 魚眼石 去做一個淨化的動作 那一條水晶手連的價錢左右呢 都應該買到的啦 那所以呢 如果你們家人接受不到 一些樹尾草的氣味的話呢 那也可以嘗試一下 用這些魚眼石 又或者是白水晶軸等等的水晶 去做一個淨化的動作 哇 這麼快呢 就分享完一些水晶新手會油的問題啦 雖然我帶水晶的資歷不太深啦 但是呢 都希望這條片可以幫到大家啦 太久沒有拍片呢 把聲音都灑光了 那so far買了三樣東西呢 我覺得這間水晶店都不錯的 雖然它的款式不算非常之多啦 因為始終都是小的店 但是我覺得它的質素也是有在的 所以大家如果有興趣的話呢 都可以去他們的IG看一看啦 他說遲些10月好像會有個市集啦 我看看我找不找到一些資訊 可以放在下面給大家看一下啦 因為買水晶有時候都真的幾講眼緣的 那是咯 大家有興趣也可以去看一看啦 我看到你 我們在公眾發展後 都要賣別人 都要賣別人 我吃了一口 都是靈寧小的 你就不要走 我喜歡 你嗎 真的得 lowered